我要拿我的手機 為什麼 那你幹嘛不拿到警察局 今天第五天了 黑衣男被指控順手牽揚 拿走別人手機 施主找上門 想到他絲毫不覺得自己錯了 高總你拿到手機裡面資料要重置 裡面資料都不見 投影機算啊 什麼東西 誰玩的 什麼東西誰 我玩的 我玩的 資料全被刪光光 讓施主覺得他根本就想把手機拒為己有 甚至還把責任推給其他人 機器上面 你是走的時候順手把他拿走 不是剪刀 你不是剪刀 好啦好啦 你現在想怎麼樣 秦佳儀失誤還講得理直氣壯 讓施主實在咽不下這口氣 早上門香套個公道 今天早上 然後想說我在等他一次 然後我就看到他的車牌 所以我就騎車跟著他上去 然後就找到他了 還原事發經過 11號下午 這名女施主不慎把手機忘在超商 卻被順手牽揚 警方陪同調閱監視器 以車追人 發現是超商常客 15號早上等他出現 要回手機 時機來到這間工廠 拿走手機的老闆 不願出面回應 員工看到鏡頭 立刻拉起鐵門 態度很差 就是他覺得 還我就還我啦 順手撿走以失誤 不但沒交到派出所 還自己拿來實用 黑男以為撿到便宜 沒想到卻吃上侵占 遺失誤罪嫌 實在得不償吃